大殿之上 一时间 众人的目光都落到 焚香谷等人身上 上观测 心念转动 随即微笑 想不到陆姑娘倒有线索呀 既然如此 碧谷立刻就派人过去调查 至于诸位同道 其实倒也不必一定要去 毕竟此处乃是南疆 诸位又只是为了问候我们谷主而来 所以诸位的心意 必有心灵了 众人一片应诺 李寻在众人声中 悄悄站在上观测的身后 向陆雪席望去 昨晚 他追踪金平儿 一来金平儿道行不低于他 二来金平儿向来使仗 连番的诡计 终局将他摆脱 在他气恼之下 想起陆雪席 还在那个天水废寨之中 与魔教鬼王宗的鬼力对峙之时 便连忙赶回 不料在半路之上 他就遇到遇见而回的陆雪席 见面之后 他不由是大吃一惊 那时候的陆雪席 整个人似乎都是失了魂一般 面色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 一身白衣 更有点点阴红 正是鲜血的痕迹 他惊慌之下 连声呼喊 这才将陆雪席 从那奇怪的情绪中喊回来 却只是默默地看了他两眼 就静止回到了坟香谷中 这个清冷女子 与那个曾经和他同门的鬼力 在荒废的天水寨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是激动 是言谈 不知怎么 李勋的心中一想到此处 便有一阵莫名的怒火涌上 他面色随着心意变化复杂 而这些都没有逃过上官侧 和法相的眼镜 支持这两个人 却都是一句话没说 面带微笑 言谈正欢 最后决定其他问候门派诸人回转 而因为和坟香谷相交身后 且这个消息 还是陆雪席提供的 陆雪席和法相两人便留了下来 与坟香谷派出的人 一同前往七历桶 好好查看一番 而几乎就在同时 鬼力和小白 带着猴子小魁 出现在码头山前 望着这座行刺码头的高山 小白是烟然一笑 传说这山上有个深洞 洞中有苗人信奉的犬神巨柱 这山脚有一条狭窄山道 仅容一人行走 走了进去 就是苗人聚集的七里桶了 鬼力面无表情地 向面前这座高山看了一眼 一句话也没说 默默向前走去 从昨天晚上开始 直到现在 她也是一句话都没说过 小白站在后面 看着她的背影 嘴角却露出一丝淡淡笑意 转过头 拍了拍趴在肩膀的小灰 微微一笑 那我们走吧 小灰嗤嗤叫了两声 咧嘴而笑 忽然从她肩膀跳下 三步两步跑前 嗖的一声 窜到鬼力的肩膀上 坐了下来 回头向小白招手 小白是微微摇头 轻轻跟了上去 走进狭窄的山道 弯弯曲曲 两侧坚硬的石壁之上 不时间有突兀的岩石刺出 一个不小心 只怕就要脑袋撞上去了 看着石壁周围 许多地方还有水珠不断滴下 最多的地方 还汇聚成一个小小水潭 石壁上下 阴暗地方还生了不少青苔绿石 让空气弥漫着一股 微带着湿润清冷的味道 鬼力和小白 七折八弯 好不容易才拐出了这条 不知道有多少岁月年头的山道 重见天日 这一天 阳光出生 一别前几只阴霾的天气 倒显得颇为晴朗 刚从阴暗的山道中走出来 阳光照下 鬼力和小白都不自觉地 眯起了眼睛 感受到天空射下的光线 仿佛还带着美丽的光韵一般 照在他们身上 片刻之后 带眼睛适应过来 远处熙熙攘攘的声音 也渐渐传道 两人向前望去 只见眼前豁然开朗 在这一片群山环绕之中 却有一片肥沃平坦 而开阔的土地 出现的面前 一栋栋一座座 带着浓郁苗人风味的房屋 拔地而起 或一山而见 或紧密相连 还有一道清澈小溪流 发源于前山方向 从这边世外桃源一般的土地上 弯颜流过 不少苗人的房屋 就建立在溪流的两岸 而在水面之上 远远看去 苗人建造了三座桥梁 居然都不一样 一座乃是木桥 最是简单 两根巨木绑在一块 横倒在两岸之上 就算是一座桥梁了 至于其他两座都是石桥 却也更有风味 一座大石锁器 粗糙坚实 在水面不宽的溪流上 平摆过去 再用厚重的石板 往上一搭 便是桥梁 正是南疆这里 简单而实用的 造桥方式 但最后一座石桥 却是小石所造 竟然没有桥堆 是一座拱桥 每一个石块紧密相连 横空而过 飞越溪流 看去完全是中土地方的 桥梁风味 竟会在此地出现 实在奇怪 鬼力将这些看在眼底 心中一动 但面上却并没有表露出来 他和小白两人 继续往前走去 人群见多 也越发热闹 四周大多数是苗人土语 鬼力听在耳中 只觉得鸡里呱啦 半天也听不明白一个字 小白在他身边走着 向四周望去 之间 周围遇到的苗人 多有向他们看来 因为见识 面生 便多看了几眼 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敌意 走了几步 小白低声对鬼力说道 看来 这些年南疆这里 都是平和了许多 鬼力是一阵 不解其意 怎么了 当年我到此处的时候 普通苗人看到外人呢 一个个都是如临大敌 眼中更是警惕提防 那时五族族争激烈残酷 部族之间争斗不时而起 外人若是敢到这七里同来 要是没有防身之术 多半便凶多吉少 不过 看今天这情况 这些年来 争斗怕是少了许多了 鬼力微微点头 放眼望去 此刻他们已经走在苗人中间 这条大道就在溪流的一侧 一侧是众多苗人紧密相连的房屋 一侧则是清澈河水 岸上还有很多绿树成行 一眼看去 苗人房屋多是用木材建造 风格和中土样式截然不同 四四方方 朴实无华 而且屋角正门以及边缘墙壁上 都挂着猙獰动物骨骼 越是凶猛野兽 越是常见 想来这多半 乃是苗人风俗 依此显示房屋主人的勇敢 道路两旁有苗人摆摊贩卖 不过出售的东西 多是野兽皮毛 生肉 再走几步 剑中看到一两个 摊位贩卖着小小珠宝玉器等玩物 这里的皮毛都是上等好货 而且价格大是便宜 你如果想要 在这里买上几件 可是大大核算的 鬼力的嘴角动了动 却一句话也没有说 静止向前走去 慢慢走到河岸旁边 向下望去 只见河水清涉至极 站在河岸上 也可以看到 小溪水下面的石块 水中游动嬉戏 大鱼小鱼 更是不计其数 远远的地方 似乎还有飞鞋掠过 扑腾着翅膀落到水面之上 昂头向四周张望几下 然后惬意地合起了双翅 在水面上轻轻游动 天地万物 在这个地方 竟是出奇地和谐 小白慢慢走过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跑到了肩膀上的小灰 好奇探出脑袋 想溪流下面张望着 现在怎么办 怎么说 事情也过了三百年 当年的那人 如果没有我们这等修行 多半已经去世 我们还是先找找 当初那人所在的地方吧 他在哪里 小白是微微一叫 用手向前方一指 那里 鬼力抬头望去 忽然一正 只见小白手指之处 却是在苗人聚居的深处 一座建立在半山腰上 远远高于普通苗人房屋的 十台建筑 鬼力皱了皱眉 祭坛 不错 鬼力沉吟不语 心中却威感胶着 倒也并非其他 而是祭坛 在南疆地方一带 有着特别的意义 他往年多次来过南疆 因为满腹心事 一心寻找神秘的黑乌族 而没有认真注意过南疆风俗 但有一些基本的事 他还是知道的 南疆边陲之地 壮苗土梨高山五族 分地而至 或因部族不同 也就各自信仰不同 但在各族之中 都有专门祭祀神灵祖先的地方 那便是祭坛 祭坛在南疆一带部族之中 实在有着崇高的地位 在大部分的部族人民眼中 大多时候 祭坛里的巫师说的话 和神秘伟大的神明说的话 没什么区别 往昔 武族争斗最激烈的时候 每次战争 一样是要先请示过 祭坛里的巫师 向神明说明情况 得到神明 也就是大巫师的亲口 说出允许之后 如此 部族的族长 才能发动新的战争 由此可以看出来 祭坛河里面的巫师 在南疆有什么样的地位 而这些巫师 据他所知 向来是很少接见外人的 鬼力沉默片刻 向小白问道 那个是苗人的祭坛 你说的那个人 难道是 不错 三百年前 我在这里看到的 就是苗人一族里的大巫师 是用环魂大法 将被山精妖魅 摄取一魂三魄的一个苗人 救了回来 苗人的大巫师 鬼力的嘴角又是动了一下 如果说 祭坛里的巫师 在南疆部族中 地位崇高的话 那么作为巫师中 法力最强 地位最高 每一次都亲口 传达神明旨意的大巫师 简直就是普通族人 眼中的神明了 如果要有人 胆敢冒犯大巫师 鬼力丝毫也不怀疑 眼前这边 土地上所有的苗人 甚至整个南疆所有苗人 都会冲过来和他拼命 小白饶有兴趣地看着鬼力 如何 我们现在怎么办 鬼力看了他一眼 只见清晨出色的阳光 落在他的脸上 仿佛折射出来 带着淡淡的温存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转过了身子 向着那座半山腰的祭坛 缓缓走去 小白微笑 跟了上去 这个地方号称七里铜 那自然范围是相当之大 而且号称是南疆边陲最大的苗人聚居之地 随着他们的深入 看到的苗人也越来越多 从他们行走的这条比较大的道路上 不断地有分支小路 向旁边延展开去 就像这一棵大树 开枝散叶 鬼力两人远远看去 脚下的路直接便是向着远处那座祭坛方向延伸过去的 所以倒也省了问讯的麻烦 只是随着他们渐渐深入 注意到他们两人行径的苗人也越来越多 周围窃窃私语的声音 此起彼伏 大约过了半盏茶的功夫 他们走到那座祭坛的高大山脚之下 然后他们停住了脚步 倒不是他们犹豫 而是苗人驻守在山脚下的士兵将他们拦住了 鬼力的心中危感烦躁 但眼前情况却并不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本来嘛 作为苗人至高无上的神圣祭坛 若没有严加戒备 反而奇怪了 守卫山脚的苗人士兵着实不少 一眼看去至少也有十来个精壮男子 或远或近地站在通往山脚的道路上警戒着 此时拦住他们两个人的是 站在最前面的两个苗人男子 他们身上穿着苗人普通的服装 不同的是 胸口另加了一面坚韧木藤所做的木甲 手中持着长柄尖枪 看来这就是苗人战士和普通苗人的区别了 那两个苗人上上下下 打亮了鬼力和小白几眼 其后多半的目光倒是在小白那漂亮面孔上 多留脸了几颗 然后大叫着 鬼力转头向小白看去 小白一总监 你别问我 被关了这么久 这些土话 我哪里还记得住 鬼力漠然 转过头来 沉吟片刻 我没有要紧事情 想拜见你们大巫师 因为有求于人 所以难得 他此刻说话倒客气了几分 不过很明显 这个苗人聚集之地 远没有在天水寨那儿 开客战的老板伙计开话 能够精通中土的言语 听到鬼力说了话 那两个苗人却是更加紧紧皱眉 对望了一眼 将手中的长柄尖枪拿了起来 面子严肃 鬼力哑然 一时不知如何示好 老实说 他为了必要 十年间东奔西走 到处寻找黑狐族的下落 如今好不容易有些线索了 却被这些苗人战士挡住 心中实在烦躁无比 像直接出手打翻这些人 冲入祭坛 找那个什么大巫师 让他为碧瑶 医治才好 只是他毕竟不是当初那不知事事的少年了 直到此刻万万不能冲动 否则一旦闹僵了 只怕适得其反 但迟一片刻 因为言语不通 便用手 指向那落在半山腰的祭坛 用和尚的气息说道 我要上你们的祭坛 去拜见大巫师 他说的话 苗人听没听懂不知道 但是 他用手指指着半山上 那个祭坛的动作 顿时让周围所有苗人 包括站在更远处的苗人战士 和一些在身后 看着热闹的苗人百姓 愤怒起来 一个个的顿时大声鹤骂 苗人战士 更是呼啦啦围着上来 将他们包围起来 鬼立着正理一下 小白在一旁 低声说道 糟了 你可犯了他们苗人的大机会 我做什么了 苗人眼中祭坛 那是神圣不可侵犯之地 平时言语时 都不能轻易提起 用手指指向祭坛 更是极大的不敬之举 在苗人中 乃是最大的侮辱动作 这么重要的事 你居然不早对我说 你也要想想 我都被关了三百年了 哪还记得这么多 鬼立又是哑人 意识坚决地 真是头大无比 周围的苗人 看着被他们围困之后 也没什么惧怕之色 反而神情自若地 在那低声谈话 那男的呢 还有几分焦灼之意 那女子却简直 丝毫不把周围苗人 放在眼中 巧笑艳人 顾盼流波 周围有许多苗女 看着场中小白 那端立滋容 一时间都暗自纷纷羡慕 但是 当他们看到 更多的苗人男子 看着小白那两眼发光时 顿时全场耸动 片刻间 激里呱啦的声音 此起彼伏 大有一对狗男女 侮辱圣坛 罪不容赦 厉害千刀万剐 凌职处死的气势 中间有几个年岁青的少年男子 忍不住争辩了几句 说侮辱祭坛的是那个男子 这女人呢 倒没什么大错 不如杀了那个男的 留下那个女的 给我做老婆也不错的 等等等等 话还没说完呢 这几个男子 顿时被淹没在苗女群中 被他们的母亲 姐姐 妹妹 阿姨 三姑六婶 乃至没关系 不认识的苗女 或手打 或脚踢 或揪发 或抓耳 或垂眼 或撞胸 总之 漫天的手脚一起下来 鬼哭狼嚎顿时起来 片刻之后 扑通扑通的声音 连着树声 这几个男子 个个是投情面肿的 被抛下的溪流 见见老大的水花 苗女之强悍 可见一斑 那些苗人士兵 似乎也没想到 这些苗族的妇女 会有这么大的怒火 居然要比对 神明最忠贞的 才能有资格 守卫祭坛的战士 更加愤怒 对这些侮辱了祭坛的外人 如此的深呼痛绝 以至于 有什么轻微的求情言论 就被乱邦通达 为首的那个苗人士兵 似乎乃是这十几个士兵的头目 他向那几个在河中 哭丧着脸 扑腾的年少青年 看了一眼 咳嗽了一声 看着鬼力和小白 顿时面色如霜 而且呢 看着不敢小白一眼 死死盯着鬼力 似乎生怕这个男子溜了 或者怕自己的目光溜开 不免说不清道不明 大声说道 鬼力这也大为焦急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人群中突然有一大堆 苗人妇女冲到了一起 将几个年轻的苗人抓起来 暴打了一顿 又扔到河里 但想来苗族一族 多半是有其风一族 也是见怪不怪 可眼下呀 和这些苗人言语不通 刚才自己又无意中 触犯了苗人大计 惹怒了苗人 眼看着周围 围着的苗人越聚越多 虽然他和小白是修真重人 但绝不害怕 这些苗人人多势众 身高体壮 但无奈 自己线下实在是 有求于这苗人一族 这十年来 他从希望到失望 再到几乎绝望 为时痛苦之极 如今 突然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希望 重新燃起 无论如何 他不肯放过 可如今此刻 言语不通 在比喉动作 又害怕不好沟通 万一 在莫名其妙地 触犯什么苗人忌讳 不免太过冤枉 他站在那 强闯不行 退走更不情愿 左右为难 实在尴尬 而周围的苗人间 这两个人居然犯错之后 死不悔改 站在原地一声不吭 那男的呢 还有几分着急的神色 偏偏那女的 居然笑得越发灿烂 在众人围观之下 竟似乎更加高兴 笑容越发妩媚 期间 居然还向几个 一直盯着他看的男人 笑了笑 顿时将那几个男子 迷得是晕晕乎乎 这情景 落到周围苗人妇女的眼中 顿时如炸开了锅 真是适可忍 孰不可忍 鼓噪支撑越来越大 几乎就要将鬼力两个人 用口水淹没 眼看着人群不受控制 众多苗人妇女 就要冲上前去 将那个风骚的小妖精 好好教训一顿 以祭坛上的神明为名 好好地为自己 出一口恶气的时候 一声大喝 从守卫山道上 那些战士的身后传来 这个声音 浑厚雄壮之急 竟然将这么多人的喧哗声 都压了下去 而且声音中充满了威严 周围的苗人 似乎也都认识这个声音 一下子安静下来 向山上看去 显然 这个人在苗人中 极具威望